好 一起来关注社区方面的消息 美国人口普查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去年7月1号 纽约市总人口超过855万405人 纽约市区五区总共增加55211名人口 增幅达到0.6% 这也是纽约市有史以来 人口首次超越850万这一数字关口 纽约市规划委员会副主席卡尔韦斯·布洛德表示 这一数字显示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这里 留在这里并且愿意在这里安家 新鲜出炉的数据还显示 纽约市过去五年的时间 全市新增人口超过37万5千人 增速为4.5% 而且这一数字比匹斯堡的整个人口还要多 过去几年布鲁克林区一职 为纽约市五区人口增速之首 但去年却发生了变化 去年皇后区新增16700人 位居五区之首 布鲁克林新增16015名 位居第二 布朗市曼哈顿史丹顿岛分别新增13687人 还有7552人以及1257人分别位列第三至第五名 警方最新公布一段州长库默前法律顾问凯里加倍被枪击的监控录像 警方目前正在追拿4名涉案的疑犯 警方目前正在寻找一名身份已经确认的男子 以及另外三名与凯里加倍案件有关的嫌疑人 警方表示 这名男子年龄近乎18至20岁之间 凯里加倍于去年9月在参加一场节日游行时遭到枪击 死弹击中了他的头部 不致身亡 他身前曾经担任州长库默第一副法律顾问 目前警方悬赏2万2500元击拿本案的凶手 有中美商界经营人士组成的华尔街总商会 即蓝天绿地集团美国展示中心22号 在法拉盛举行落成庆祝活动 众多政商各界以及社区人士出席庆祝 希望发挥优势共同搭建商务合作平台 绿地集团美国总裁华尔街总商会荣誉会长胡刚表示 绿地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 在全球100多个城市均有开发项目 2013年起进入美国 目前开发的工程涉及洛杉矶的大度会项目 以及纽约布罗克林中心的太平洋公园项目 地处法拉盛的展示中心落成 标志着绿地集团与华尔街总商会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实现资源共享 共同打造商业服务平台 华尔街总商会会长徐自静 执行长林静指出 华尔街总商会是由众多专业人士和贸易社团 组成的一个非盈利美方商业机构 希望发挥优势在中美两地搭建商务建设 合作供应的平台 他们的未来会在纽约大都市里面 黄金地带做出非常多的投资项目 尤其在布罗克林 会给我们的华人社区也好 当地的社区会带来无限量的投资项目 还有经济繁荣 庆祝活动受到社区各界的高度重视和支持 纽约州众议员副议长奥迪兹颁发了表扬状 州参议员斯塔文斯基 市议员顾雅明等也分别颁发奖状 国会众议员孟昭文市主机长史格静 布鲁克林区长亚当斯 市议员顾雅明军派代表都会祝贺 前州众议员孟广瑞华人综善基金会 董事长陈麦建明 华尔街总商会荣誉总顾问 徐朱刘蒂等也都会祝贺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全国预防中毒州纽约市中毒控制中心 联合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 设置教育摊位 向民众讲解常见的中毒物品 以及如何防范中毒 保护家人和孩子健康 3月20日至3月26日是全国预防中毒州 每年都有很多孩子因家居用品而导致中毒 中毒对身体造成严重危害 因此 纽约市中毒控制中心 与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设教育摊位 向民众讲解常见的中毒物品 以及如何预防中毒 保护孩子健康 设置在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的教育摊位 络绎不绝有民众前来咨询 据介绍 中毒经常发生在产品使用过程中 发生在不经意间 可能是药物中毒 植物中毒 一氧化碳中毒等 例如经常发生的 孩子在家中 因过量使用了维他命糖 而导致中毒的多种药物中毒 另外 孩子及宠物对感兴趣的植物 可能会吃下叶子或果实 而有些植物 例如花叶外年青 阳肠青藤 曼陀罗等多种植物 如果吞下则会中毒 还有家中因为暖气系统出现故障 用煤气炉取暖 或者烟窗堵塞 汽车在封闭的房间发动 都有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民众一旦知道有可能中毒的迹象 物食药物等 一定要拨打纽约市中毒控制中心电话 及时求助 不要等到已经出现了 严重中毒的现象再打电话 另外 如果中毒后出现昏迷 抽搐 或者呼吸困难 要立即拨打911 中毒者出现昏迷的状况 要立刻打911 如果在911 救护车还没来的时间 你也可以致电到中毒控制中心 他们可以将这个个案登记在案 如果以后去到医院 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医院再打去给他们 他们可以立刻把资料调出来 我建议如果小孩还是清醒 或者那个中毒者还是清醒的时候 你可以打电话到这个中毒控制预防中心 在本周六下午1点至4点 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 会在法拉盛凯辛纳走廊公园 举办的复活节亲子活动上 设置中毒教育摊位 届时纽约市中毒控制中心王嘉莲社区医疗中心的教育人员 会向民众解答常见的中毒物品 以及如何预防中毒的问题 纽约市中毒控制中心的电话是800-222-1222 提供了150种语言服务 每周7天24小时接听 及时帮助民众的求助 华语电视记者采访报道 政府高兴优优独播档 时宗